在这场建教动土典礼上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 新北市议员 系指区长及里长们都来参加 为了帮地方祈福 也祈求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系指宝场里的王母救世宫 结合了周边13个礼 将举办大型的祭典活动 地点就在靠近中国货柜厂旁 当天办活动的这处空间 而在这之前 庙方举办五朝清教建教动土典礼 侯友宜就表示 王母救世宫秉持王母娘娘 牺牲奉献付出的精神 对系指地区的弱势关怀不遗余力 也在去年捐赠防疫基金 及防疫物资协助市府团队 对抗疫情 真的很感谢庙方的付出 如果是想去的机会宫廟而已 更重要对地坑的弱势执行 有很关心的 不要说物资的 什么利益啦 粮食啦 任何救济品 到三天以外 在防疫的中间也帮助关职 三天都做了很多机会 去让我们保护 让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好 可以进步 未来 5月23日前 要来祝祝 基金国台民安 风调雨孙 这个必要到世界台湾 疫情可以快退休 希望我们这次当地也能平安顺序 今天是我们的那个王母救世宫的建教动土仪式 那我们秉持王母这个关怀弱势救苦救难的精神 那疫情因为也还没有平歇 那希望就由这个建教的活动来祈求我们的疫情赶快过去 然后我们的整个社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平安健康 王母救世宫将举办祈求神明庇佑的五朝清教活动 当天市长侯友宜因为路上塞车比预定到长的时间晚了十分钟 也让他发现细节的交通真的得要再改善 昨天一桌给他到这一万十分钟 我在这一桌就说实际的交通要真正比较大 我在东湖县 我在拜托将会把我核定核定 不然基隆节目就要核定 这我快就拼下来 我现在吉林路也扩宽 康人家也扩宽 有更好一条 现在是这个北上南下的杂劳局 我们要做好事 那味道比较差 当天与会来宾一行人除了上乡祭拜 接着也拿着金铲子洞土 当天仪式后将会开始施工 为接下来5月23号到5月27号的建教活动做好准备 市长侯友也祝福五朝清教可以顺利圆满 期盼疫情早日过去 加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报道